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方亚书》三章十七节说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祂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感谢主 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 也是施行拯救的主 在今天的敬拜之前 就让我们一起 向我们这一位 实行拯救大有能力的神 献上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满有恩典 满有恋悯的恩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是普天之下 奉主你明聚会的日子 我们就将这一天 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里 求主你亲自的施行你的拯救 施下你的恋悯来 主啊 我就把我们众弟兄姊们 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里 凡有软弱的 主啊 就求你让他刚强起来 有疾病的 求主你亲自的医治 有被魔鬼所缠绕的 主啊 求你断开锁链 使他们得以刚强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就求主 你这一天 能够与我们同在 你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空空地来到主你的面前 能够疯疯满满地回去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主你亲自与我们的同在 我们在你面前这样 同心合一地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 Amen 好的 感谢主 下面呢是我们的诗歌 敬拜时间 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就邀请你 站立起来 从我们的诗班 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一位 满有能力 实行拯救的神 有请我们的诗班 今天是基督将临期的第三个祖日 有没有注意到这根蜡烛 是粉红色的 这粉红色蜡烛代表着喜乐 因为我们要欢欢喜喜 来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到来 我们现在要用两首传统的诗歌 来预备我们的心 开始今天早上的诗歌敬拜 第一首诗歌叫做普世欢腾 就让我们跟宇宙天地万物 都来唱和 都来赞美 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第二首诗歌是根据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所填写的歌词 叫做快乐欢心向主敬拜 弟兄姊妹 预备好你的心没有 让我们一起欢欢喜喜 来到神面前向他来赞美 向他来敬拜 有请颂恩堂的诗歌敬拜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行为主 万行为主 预备敌发 宇宙万物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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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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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我们刚才用一个喜乐的声音来准备并且迎接那将要诞生在马草当中的新生王 那新生王就是我们的主 在圣经的提摩太前书提到说 基督耶稣叫做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 我们就是那不可爱的罪人 但是我们的主要拯救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们神依然爱我们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降生在马草当中 并且受死复活 以后还要再来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感谢主 因为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一个奇异的爱 现在就让我邀请你跟我们的敬拜团队 在这个歌声当中再一次经历到神他奇妙的恩典 奇妙的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i 或许可在此who onilly the Night 主为我伤 主为我伤 我不愿伤 也为我伺 在诗家上 其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主我伤 为我生死 祈祢的爱怎能如此 我主我身 祈祢为我死 我一生关 多点在牢狱中 你全力包围 美来重重 祖言发出 不过荣誉 我一苏醒 暗示光明 家所破落 心里的末世 我久不期待 跟随主心 祈祢的爱 真难如此 我主我身 祈祢为我死 不再遇坠 心中出击忧愁 我拥有处 给祂所有 祝美生光 让祂举手 穿起一旁 身杰无功 太阳无处 毫毫所写 祈祢的爱 真难如此 我主我身 祈祢为我死 祈祢的爱 真难如此 我主我身 祈祢为我死 多灵受困 多点在牢狱中 我主我身 祈祢的爱 真难如此 黎金牢 真难受 祢的爱 真难掌 我救不起大爱 跟随族心 岂地的爱 真难如此 我救我身 请你为我死 许多跟基督将临起有关的经文 都是来自于旧约的小先知书 小先知书中 记载了许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诞生 以及他的再来 今天宋文堂的许常良牧师 要引用西翻亚书的第三章14到20节 再次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 他必定要来施行拯救 让我们将时间交给许牧师 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是许牧师 我们很高兴我们再次在云端崇拜当中 跟大家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用聆听神的话的心灵来敬拜他 今天我要跟大家所思想的题目 就是神必施行拯救 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经文 本周的经句是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今天讲到的经文 就在西方亚书第三章 西方亚书三章 十四到二十节 喜安的名那 应当歌唱 以色列亚 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名那 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 赶出你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在你中间 你必不再惧怕灾祸 当那日 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 不要惧怕 西安拉 不要手软 耶和华 你的神 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欣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那些属你 为无大会愁烦 因你担当羞辱的 我必聚集他们 那时 我必法办一切苦待你的人 又拯救你瘸腿的 聚集你被赶出的 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们得称赞 有名声 那时 我必拧你们进来 聚集你们 我使你们被辱之人 归回的时候 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 有名声 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今天我们传讲 神必施行拯救 这个题目 就出自于西班牙书 西班牙书是圣经里面 称为小先知书的一本小书 只有三章 很短 但是里面的信息呢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忽略了 我们有可能就在神的救恩里面 失落了 这本书是先知在预言 末后的时代 以色列要全民回归上帝的怀抱 并且要颂赞上帝的救恩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呢 神对以色列曾经有三次重大的拯救 第一次就是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 这次他们出埃及 是他们在埃及里面受苦 不是因为犯罪受苦 乃是因为他们在神的安排下面 神试炼他们 使他们民族更加的圣洁 更加的洁净 更加的为神做国度的子民 国度的祭司 宣扬上帝的民 所以那一次的受苦 是为义受苦 然后第二次 神带领他们从巴比伦当中出来 这是称为第二次的出埃及 而这一次是因为他们犯罪受苦 因为他们拜偶像 拜假神 拜天上的不安像 什么都拜 而且呢 这些偶像也非常的淫乱 道德败坏 在社会里面充满了强暴 因此神要把这个败坏的民族交给一个邪恶的巴比伦 所以了 这一次的受苦了 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了 但是神还是怜悯他的百姓 当他们受苦的时候 他们谦卑 他们求告神 神带领他们出巴比伦 这个称为被鲁归回 第三次的拯救了 就是在主后七十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 他们拒绝了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这个罪比从前他们背弃上帝的更大 他们说钉啦 人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 结果以色列亡国将近两千年 这一次的大分散 一直到末日的时候 他们才回归上帝的怀抱 为什么他们还能回归 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的应许 是不能不对现的 神是信实的 神说你的子民 你的后裔要称为大国 而且神要祝福他们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以色列在最后 神还是给他们有回转的机会 这一段的经文 不但是应验在巴比伦 贝鲁归回的时候 也会有第二次的应验 是应验在以色列 祖后七十年 犹太人大分散以后 在末日要回归上帝的恩典 他们要全民归主 他们要歌颂上帝的恩典 这是一个很大的赞美 西方亚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节 究竟他是指神历史上 哪一个拯救呢 当然不是指出埃及 来是指贝鲁归回回 也是指到在末日 这个犹太人大分散以后 他们要从世界各地回归圣地 回归耶路上 而且成为国家 等候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将领 在巴比伦时代 为什么会有被辱的事件发生 西西迦王他有一个儿子 西西迦王这个儿子呢 是马拉西 马拉西呢 这是犹大国有史以来最邪恶败坏的皇帝 他引诱国民来拜外邦许多邪淫的偶像 出动神的怒气 神因为马拉西的悖逆 为邪恶大开方便之门 因为这样神的保护就渐渐离开了犹大国 邪恶的巴比伦入侵 马拉西王贝鲁 他在极难当中恳求上帝他的神 他在神面前极其自卑啊 祈求耶和华 圣经说耶和华上帝就允许他的祈求 因为看见他的谦卑 看见他的卑微和迫切 就使他蒙怜悯 能够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 恢复他的国位 在那个时候 马拉西才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 从此以后他痛改前非 做人喜心革命 把所有的那些偶像都完全的摧毁 要立心要敬拜耶和华 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晚年了 那拜偶像 邪淫之风 已经在国家社会里面 很深深的直跟在人民的生活的当中 人民的思想的当中 人民的文化的当中 这种根深地步 最后使国家到了一个万劫不符的命运 因为神已经定义了 要把犹大国交给邪恶的巴比伦 西西迦王这个孙子 马拉西 他的悔改 他是自己得救了 但是他却救不了自己的国家 如果马拉西他早一点悔改 他免犯大罪 他不然是可以救自己 也可以救别人 在他死了以后 虽然有他的儿子约西亚王 然后还有约西亚王的兄弟 先知西方亚 在这两位大力的协助下面 提倡宗教改革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力缓狂烂 弟兄姊妹 这个事情提醒我们 及早会改 免犯大罪 不但救自己 也救别人 我们要好好的提醒自己 及早回归上帝 永远不会嫌太早 早一点悔改 只会好 不会坏 西方亚先知的预言 终于临到了犹大 神借助西方亚先知预言 神要借助巴比伦来 惩罚犹大帝国 虽然如此 神仍然在末后向犹大施恩典施拯救 现在从这个故事的背景 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怎么样背弃上帝 怎么样回归上帝 这个故事 我列出几个的大纲 给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让我们从这个大纲来看看以色列人 怎么样蒙神拣选 怎么样背弃神 怎样再回到上帝的怀抱 在这里我列出五条的大纲来 首先第一个 神安置以色列人在迦南地 神有权柄安置他们到迦南来居住 迦南这个地方本来是属于迦南人的 迦南人他们在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土地上面 他们犯罪犯邪淫 拜天上的妄想 而且充满了暴力 他们杀害鹰孩 把鹰孩血淋淋的献为祭 给那些邪恶败坏的偶像 因此神的怒气发作 神把这个地收回 就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色列人 神对以色列人说 万有都是我的 全地都是我的 现在他从迦南人把地收回 他有权柄 他现在赐给以色列人 他有权柄 结果呢 圣经在西方亚书第三章一到二节 怎么说呢 他说这七亚人的城是指耶路撒冷 这个城竟然成为一个七亚人的城 耶路撒冷 他的原意就是平安的意思 是平安之城 是神希望他能够带给人平安 然而这个城没有叫人平安 这个城上面那些权贵 在高位上面的他欺压贫穷的 欺压那些手无寸铁的人 神对这个城的要求是什么了 神说只要你们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但是他们却去拜邪淫的偶像 他们效法家男人 把那些婴孩 血淋淋的献给那些邪神 而且庙里面的那些女祭司 跟朝圣的那些男人 在庙里面发生许多淫乱败坏的行为 生出了很多淫乱之子 把社会搞得乱七八糟 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神定义把这个曾经称为公义的国度 交给比他们更邪恶的巴比伦帝国 所以这就是他们犯罪 背逆神的结果 圣经说犯罪了 是为邪恶 为仇敌魔鬼 开了方便的大门 以色列人他这样犯罪 背逆上帝 他是为邪恶 他是为仇敌 为魔鬼 开了方便的大门 在哪里说了 圣经上文记上面 12章1314节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了神了 拿丹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 你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着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 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你所生的孩子 必定死 兄姊妹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大卫犯奸淫 抢了别人的妻子 杀了别人的老公 最后他悔改谦卑 神这个先知说 你的罪已经除掉了 但是因为你行着事 为仇敌 上帝的仇敌魔鬼 大得亵渎的机会 所以魔鬼趁着因为这个罪 来攻击大卫的家 结果你取了人家一条命 邪恶来攻击你 就取了你家里四条性命 以四倍的奉还 所以丁子妹 大卫罪虽然被赦免了 但是他所犯的罪 是至于死的罪 所以难免肉身之苦 难免家里的人也受苦 而且甚至死亡 先前我们讲玛拉西 他虽然悔改了 神赦免他的罪了 他自己得救了 但是他为整个国家 带进一个万劫不符的 一个命运 因为淫乱邪淫败坏的文化 已经充满了整个国家 神的怒气已经到了极点 神定义要把他们毁灭 圣经说有罪有两种 有至于死的罪 还有第二种不至于死的罪 求主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要常常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不犯大罪 免得仇敌 魔鬼进到我们的心 进到我们的家 攻击我们的身体 攻击我们的健康 攻击我们的家人 所以第三段 就是以色列人犯罪 为仇敌大开 掳勒之门 巴比伦来 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七十年 接七十年 以色列人犹大国 受尽凌路 受尽痛苦 在圣经列王纪 第八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 在那里是这样说 你的名若得罪了你 你向他们发怒 把他们交给仇敌 掳到仇敌之地 他们若在被掳之地 尽心尽性地归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就是你赐给他们 列祖之地 和你所拣选的城 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圣殿 求你在天上 谁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兄姊妹 你看到没有 只要他们在被掳之地 愿意谦卑悔改 神还是会把他们带回来 应许之地 在第四点里面 就是以色列人虽然犯罪 他们虽然被掳 但是最终神也为以色列人 施行拯救 因为神的救恩 已经预言在这本圣经里面 神的救恩必然会临到 但是会临到谁呢 就要看谁有正面积极的态度 来回应上帝的救恩 那在刚刚西方亚书里面 第三章十六节 神预言说 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 不要惧怕 西安 不要手软 耶和华里的神 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这就是神啊 已经预言到 神在幕后的时代 神要拯救他的选民 神要拯救那些曾经背逆他的百姓 这就是第四点 然后呢 我们知道 以色列在幕后的时代 他们终于悔改 回向上帝 在西方亚书第三章二十节 神说 我使你们被鲁之人归回的时候 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 有民生得称赞 意思是说 以色列将会在列国当中 有美好的民生 得到人的称赞 他表明了 以色列会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会带来中东和平 带来全世界的和平 这就是一个属灵原则 当人与天和好 人与人就会和好 人与地就会享受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的以色列人 他们在中东人的 在世界人的心目当中 留有不好的民生 觉得他们是引起世界战争的一个根源 他们若归向了上帝 这世界就很快就与神和好了 天国也很快的来临了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 从他们 神给他们的平安 到他们背逆神 当他们背鲁受苦 然后神施拯救 当他们与神和好 当他们在橄榄上大声的呼喊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当他们愿意成仁耶稣基督 是他们的救主的时候 他们的诅咒列天而降 然后天国就降临 千禧年就在人间 和平就在世界 弟兄姊妹 感谢上帝 这就是以色列的故事 从刚刚以色列人的故事当中 我们归纳成为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 就是平安 他们在神所安置的地方 享受平安 但是保卵失淫欲 他们后来就拜偶像 行邪淫背逆上帝 神就把他们赶出去 使他们受苦 最后神施拯救 神使他们再一次 回到真正的平安 在那个时候 在幕后的时候 耶路撒冷才成为真正的平安之城 所以五点里面 其实是四点 你看看了 你看到这里了 就是平安 他们平安的时候 悖逆 悖逆以后 使他们受苦 然后受苦了 神施行拯救 最后拯救再次带来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一个循环 所以在这个循环里面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的故事 在这个循环里面 你会看到 其他的故事 也都在这个循环里面 亚当夏娃的故事 也是根据这个循环 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 但是他们悖逆上帝 他们吃了禁果 把罪恶 为罪恶开了方便的大米 进到世界来 魔鬼了 就可以在这个世界 大开杀戒 使亚当后裔 许许多多的人 都在罪恶里面 都在痛苦绝望之中 但是亚当犯罪以后 神为他预备了救恩 最后神也把 与人亚当后裔当中 那些愿意归向他的 能够进到天上 平安的耶路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人 有一本书 它是蛮厚的 这个人本来是个律师 他写了这本书 本来是一个反对上帝的律师 后来成为一个 竭力为耶稣基督 做见证的律师 她是谁呢 她是叫 Josh Medover 迈到位 她的人生是很孤独的 她的人生找不到平安 找不到快乐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 会喜欢孤独 也没有一个人生下来 会追求孤独 著名的护教家 神学家 Thomas Aquiner Thomas雅瑰娜 他曾经说过 每一个人灵魂的深处 都在追求快乐 人需要的是快乐 不是孤单 但是这些却是 Josh Medover 他心里面 想要摆脱的孤单 他心里面 想要追求的快乐 他是一个杰出的律师 他滔滔不绝的 口才和法律事务上的表现 比他同辈的人 还要出息 但是这些的成就 不能带给他快乐 反而招致了人家 对他的妒忌 他曾经很骄傲 他很轻视基督徒 他说我要用法庭的 可以任何的证据 去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是一件历史事实 只是一件骗人的法系 于是他就花了数不清 那么多的小时 去守级耶稣基督 复活的反面证据 结果他得出来的许多的证据 都是与他所想的相反 不是攻击基督教 乃是支持基督教 他本来要推翻复活的事实 但是这些证据却告诉他 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 一大堆摆在面前 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他就问自己 我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我要信还是不行 最后他放下了 他对上帝的悖逆之心 他甘愿在上帝面前 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并且承认上帝 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曾经在人类的密室当中 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当他一放下这种悖逆之心 他一心归向了 这位赵物主的时候 他内心里面的孤独 他的痛苦就消失了 他有一个父亲 常常醉肿闹死 他常常以他的父亲 为羞耻 觉得很丢脸 每次有朋友来的时候 他请要把父亲锁起来 绑起来 关起来 不让他的朋友看见 他有这个常常发走风的父亲 他曾经有好几次 想在他父亲所喝的酒当中 下毒就把他毒死 但是最终他下不了手 当他内心愿意归于基督的时候 他的生命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他发现神爱他 他发现 他里面改变了 他有能力去爱那些 他所不能爱的人 有一天 他跑到他爸爸面前 对他爸爸说 爸爸 我爱你 简简单单一句话 让他的父亲 非常的震撼 信主几个月后 卖到位 他出车祸了 被送到医院去 当时他的爸爸赶紧的到医院去 探望他的儿子 当父亲一进到病房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儿子啊 为什么你还能够爱我 这样的一个人所不能爱的父亲 后来拜到位 他就跟他的父亲说 在几个月前 我还不能够跟你说我爱你 但是当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 我就有这种能力 能爱你 而且能爱那些 曾经被我憎恨过的人 感谢上帝 他的人生 从前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宰 现在他的人生 他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以后 上帝做他的主宰 上帝不但是要做他的救主 上帝已经成为他的主宰 带领他走出人生的黑暗 所以弟兄姊妹 他的人生的下半场 不是在自己掌舵 乃是让耶稣基督来掌舵 他的人生上半场 他自己是种佛主 人生的下半场 他是让耶稣基督做他的种佛主 结果他经历了平安和喜乐 他与神和好 结果带来与人和好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 十字架那一竖是人与神 神与人和好 当这一道通了 然后十字架另外一道 左与右 就是人与人之间也都和好了 万物也都和谐了 家庭也都和谐了 孩子也都幸福了 许多的夫妻不知道 他们的幸福是因为 他们需要回到 这位平安喜乐的上帝哪里 因为他是平安之主 他是平安的源头 我们的上帝 只要你跟他和好 只要你跟他认罪悔改 你就会 上帝也叫你的朋友 与你和好 感谢上帝 麦道卫 他的人生 就是从悲逆到受苦 然后 蒙拯救 得享平安 这不单是他的故事 这种的循环 也是许多圣徒信了主以后的故事 很多信徒信了主以后 常常挣扎 因为他们仍然在挣扎 究竟我的人生要我自己做主宰 还是让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来做主宰 他们忘了圣经说 万有是本于他的 依靠他的 归于他的 愿荣耀归给他 我们常常把持自己人生的主权不放 我们不想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到悖逆和受苦 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 我们才会经历到救恩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 弟兄姊妹 现在你的人生你在挣扎什么 有什么主权你不能够放下 不能给上帝的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图 就是刚刚这五个情节 平安被逆受苦拯救 最后又回到平安 这是以色列民主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从头一个圈 他们的悖逆 他们的受苦 这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悲剧 他们的受苦 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因为他们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不愿意顺服 遵守上帝的教导 这个也是我们祖先亚当夏娃的故事 他是从享有平安到悲逆到受苦 这是他们自己自我的故事 因为他要做自己的主人 所以亚当受苦 我们全世界都受苦 这也是人类世人的故事 许多不信主的人的故事 他们也是曾经在这个地上 享受神的平安 但是他们背逆 他们背逆真理 他们受苦 他们落在痛苦的当中 那弟兄姊妹 受苦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结 孤单寂寞破碎受苦 这些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最后的结局 神必然拯救 问题就是人顺服不顺服 接受不接受 什么叫接受 接受就是相信 信里面包括了顺服 保罗说 如今我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神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如今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意思是说 什么时候我们不信 我们就在神面前 我们是一个死的人 救恩就与我们隔绝了 神就无法拯救我们了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相信 我们的故事就进入成为上帝的故事 因为只有上帝的故事是传奇的 因为只有上帝的故事才能够叫我们人生 峰回路转 因为只有上帝的故事能够使事情从死里复活 我不知道你现在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困境 请你记得什么时候你不信 什么时候你就是在上帝面前 是个死人 神的救恩不能引到你 你的人生就停留在受苦的当中 什么时候你恢复对上帝的信心 你就进入救恩 进入平安和喜乐 愿上帝帮助我们 最后了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宋恩堂的敬拜队 让他们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 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们首唱的诗歌就是 他名叫耶稣 耶稣就是拯救的意思 求上帝帮助我们 他名是耶稣 耶稣不再有哭泣 耶稣不再有哭泣 他名是耶稣 他要一直破碎 心灵打开 故所的心门 他的大能救赎 你直到永远 他命是耶稣 耶稣 不再有哭泣 他要一直破碎 心灵打开 故所的心门 他的大能救赎 你直到永远 他的名字是耶稣 耶稣 悲哭泣不再有哭泣 他命是耶稣 耶稣 不再有哭泣 他要一直破碎 心灵打开 故所的心门 他命是耶稣 耶稣 不再有哭泣 他的大能救赎 你直到永远 亲爱的主耶稣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 使我们可以得救赎 有依靠 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 称赏 主耶稣的圣名 他命是耶稣 耶稣 耶稣 不再有哭泣 你要一直破碎心灵 打开枯朔的心门 你的大能救赎 我知道永远 你要一直破碎心灵 打开枯朔的心门 你的大能救赎 我知道永远 阿们 主的大能要拯救我们 谢谢松仁堂的敬拜团 所带来这首回应诗歌 我们将以下万安的时间 交给长青之家的城头牧师 谢谢大家